好 再我們回到新聞現場來看一下 真的是老當益壯 一名86歲的老先生 他報名要參加這個台東路野飛行傘 那是由赫赫有名的70歲神龍老教練帶領 那挑戰的高空飛行傘 兩位阿公級的硬漢 歲數相加就有156歲了 那是創下了全台記錄 翱翔天空 飽覽花東縱骨的美景 也讓老先生直呼超讚的 您沒有看錯 就是兩位年紀商家 破百的阿公坐在飛行傘上 翱翔花東縱骨上方 百姓破碎 我拿了 我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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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86歲的李姓老先生 報名參加台東路野飛行傘 由當地知名的70歲神龍老教練 帶領在空中飽覽花東美景 兩人年紀相加高達156歲 這可是國內難得一見的 阿公級翱翔日記 儘管氣流吹拂 不過資深教練平穩的操縱 85歲的阿公平安降落在大草原上 刺激的飛行讓他直呼真的太讚了 我們公司有載過93歲的 我沒有載過這麼大的 這一次是算第一次的 70歲的神龍老教練 玩飛行傘經驗超過30年 平時他透過其自行車鍛煉體能 兩位阿公級的硬漢 拿出毅力與勇氣挑戰高空飛行傘 彷彿用上帝射角征服花東天際 記者潘鎮鞋賣夢見台東採訪報導 好然後這個米卡還能說 小湯圓打籃球好了 欸這更難喔 這個籃球我的體力可能會不夠 我可能跑個幾趟我就累了 可能沒有辦法喔 然後呢這個羅生陽說快起床了 你是在跟誰說快起床呢 我相信這邊中天的所有觀眾們都已經起床啦 好再來我們要看到呢 接下來要帶大家來看喔 全球最高的玫瑰花 就位在花蓮的一處民宿 有一株高超過6公尺的這個樹玫瑰 那需要仰望才能欣賞它的美 那另外知名景點七星潭旁的四八高地 因為擁有大片的花海 還有呢日治時期留下來的這個戰備坑道 那也成為最近的打卡熱點 紫的粉的白的一朵朵波斯菊隨風飄搖 深呼吸一口氣仿佛聞到春天的味道 遊客沿著轉動的風車走走拍拍 來到花蓮熱門景點七星潭旁的四八高地 曼波園區 這邊的美喔 有一點那個像很浪漫之花的 那個浪漫之香的美麗啊 很漂亮啊 整體面積約兩公頃的曼波園區 是花蓮縣府向軍方申請的土地 2019年首次以花海的形式亮相 如今成為打卡熱點 園內的四八高地站被坑道 更是在日治時期留下的古蹟 另外您看過全球最高的玫瑰花嗎 位在花蓮新民宿的玫瑰園區內 有一株超過六公尺的樹玫瑰 打破金氏世界紀錄 鄉民張合著因為錯誤的嫁接方式 意外種出超高的樹玫瑰 這個叫剖接 做一個斜切以後 斜切是要看你啞朝哪個方向 你就斜切哪個方向 讓它可以密合的地方 本來要申請金氏世界紀錄 但認證費就有一百萬 現在園區免費開放 讓遊客可以輕鬆見證最高玫瑰 拍下美美的照片仰望玫瑰花的美 記者劉淇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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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淇淋 HAPPY LUNAR NEW YEAR 好真的要是祝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HAPPY CHINESE NEW YEAR 真的是今年是牛年嘛 希望大家今牛年都可以過得非常的順利喔 然後呢這個Henry Cho說 小團有玩過飛行散嗎?好沒有 但是呢我很想體會看看喔 然後這個Amour Jador 他說小團的衣服很漂亮 可以賺起來賺兩圈 好你確定嗎?我的這個背後不太好看喔 好再來我們來看到這個是在苗栗 斯坦問水老街喔 有一道傳統的客家風味美食 叫做那個豬膽乾 那早期呢只有在過年的期間才能吃到 由於它的製作方式是相當的繁瑣 是先把新鮮的豬肝醃漬過後 放到戶外去曝曬 那去除了水分 前後就要花上一個月 那也成為當地特有的美食 在過年期間喔 更是吸引了許多的遊客 特地前往品嘗 大人帶著小朋友來到斯坦問水老街 走走逛逛 不過有許多人 都是為了這道傳統美味而來 膽子你看游著就跑出來 因為膽子就跑出來了 旁邊哪一個沒豬膽的啊 沒豬膽這個就沒豬膽 一片片灰墨色的扁平物 掛在店門口 很難想像 這是用肥厚軟嫩的豬肝製作而成 從新鮮到現在這個樣子 一個多月了 就吃了 加豬膽就會苦苦回甘回甘 吃了可以退肝火 老一輩的長者說的 原來這是客家傳統美食豬膽 把新鮮豬肝醃漬後 放到戶外曝曬去除水分 成為溫水老街最有特色的景象 豬膽肝下鍋炒加上米酒和蒜苗 也能清蒸 不熟老饕熱愛這舌尖上的美味 早期生活不富裕 豬膽肝可是過年期間 才能吃得到的限定佳肴 另外老街上還有馬吉草莓香腸 竹筍包等等 多種客家特色小吃也成為遊客 來到當地必吃的美食 記者彭志明 聯員兵王百英苗栗採訪報導